玫瑰与女神能量的复兴 数万年前 女神的女祭司们聚集在一起 围成一个圈 这其中有12个团体 每个团体由12名女性组成 一共就有144名女性 她们聚在一起 以便锚定和平与和谐的能量 她们以玫瑰作为女神的神圣象征 她们被称为玫瑰姐妹会 在亚特兰蒂斯时期 女中央种族的指导下出现 有一位女神属于中央种族 她叫艾奥娜 她来到亚特兰蒂斯 启蒙了12位女祭司 并传授给她们 从事神圣的女神工作相关的所有秘密 这些秘密通过埃及 克里特岛 苏美尔 罗马 卡特尔 圣殿骑士团 18世纪的圣哲曼和许多秘密社团的神秘学校 代代相传 随着在这个宇宙周期中 爱的银河浪潮进入地球 在高维的指引下 这股能量 这股能量现在正回归到各种各样的女性和男性身上 玫瑰姐妹会将所有形式的女神和男神的能量汇集到神圣女性的最高层面 一种已经集体丢失了几个世纪的能量 现在正通过全球的玫瑰姐妹会团体回归并重新唤醒我们的世界 女神在终极目标上与有英雄气概的男神没有什么不同 而是更温柔 更滋养 玫瑰频率是这两种能量的崇高体现 到目前为止 由于各种原因 我们选择了聚焦于玫瑰的女神的一面 但是玫瑰两面都有 并且男神能量的英雄气概所对应的一面也必须被紧急激活 因为它是保护和支持神圣生命的战士 从玫瑰中 琴泻出来的神圣之爱和恩典是男性和女性能量的融合 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是一体的 我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女神的能量 对于在创造和生命在所有领域的繁荣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一种基本的必要的能量和精华 它将所有意识和物质带入其最高状态 回归到本质纯净的和谐进化 于是 在现在 此时此刻 女神回到了女人与男人的意识中 回到了地球盖亚的意识中 这个能量激活了我们与灵魂家族的联系 关键的女神奥秘之一 我们与她们一起锚定光 并超越到我们神圣目的的实相 这股爱的银河浪潮将最大程度的调携物质和所有生命的意识 并将成为它们渴望成为的 它将把世界和众生 从与科学、物理和数学的不平衡能量紧密联系的社会条件 以及长期禁锢她们的社会条件 尤其是关于家庭方面中解放出来 平衡了的女神的力量 将使所有众生获得无限知识的智慧 它将使她们能够从所有的限制中 协调她们的思想 并鼓励一切众生 在所有领域成为自由的存有 拥抱神圣意志 爱和欢乐的力量 女神的能量是意识和力量 是自我实现 是对神圣真理的一起、交流、承认和体现